台湾时间清晨六点半 欢迎加入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您的早安主播苏盛文 今天是七月十四号农历六月十六星期四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到国际消息 欧洲现在正面临到第二波的热浪侵袭 在法国新南部地区就窜出了两起野火 烧毁一千八百多公顷 还有大约六千五百人紧急撤离 树丛当中红色火光熊熊燃烧 这场火已经烧了两天的时间 八百多名消防员投入灌旧 不过高温加上强风 火势迅速蔓延还无法获得有效控制 在上个礼拜野火同样席卷了 法国东南部地区 当局发布多个火灾预警 呼吁民众要提高戒备 再来看到美国的马里兰州 遇到了强烈雷暴来袭 房屋汽车都受到了波及 还有四万多户停电 由于电线掉落 两辆停在路边的汽车 就这样烧了起来 这场强烈风暴的风速达到每小时 112公里 相当于是青台的威力 而受灾最严重的是在靠近华府附近的 巴尔地摩都会区 以及周边好几个郡 至少38条的道路封锁 许多的大树倒塌 还有不少学校关闭 幸好是没有传出伤亡灾情 再来看到这个图中 这几个国家跟斯里兰卡一样 都陷入到经济危机 国家财政接近破产的边缘 分布在美亚非三州 最接近我们的就有辽国以及缅甸 而专家指出新冠疫情让生产力下降 俄乌战争更是对于国际运输造成了重创 再再都让这些国家陷入困境 接下来我们的镜头 就带您到里巴嫩 埃及还有巴基斯坦 一起深入了解 纵观全球 斯里兰卡并非唯一陷入 绝望的国家 里巴嫩 巴基斯坦 埃及 土耳其和缅甸在内 许多国家纷纷敲响警钟 在台高竹 国家经济快撑不住 主要原因除了新冠疫情吞噬民生经济 俄乌战争更是成了压垮各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往年大手笔消费 庆祝古尔邦节盛况已走入历史 曾有中东民主美育的黎巴嫩如今却欠债累累 2019年当地爆发政治经济危机 引发民怨抗议 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搅局 再加上8月贝鲁特大爆炸 彻底将黎巴嫩拖入悲惨世界 这一炸不止毁了粮食储备 还炸出通膨猛兽 货币在两年内贬值超过九成 食品价格更是上涨了五倍 导致80%人口坠入 贫穷深渊 时间推进到今年2月 俄罗斯能源遭到抵制 加上外汇存体烧光 导致燃油 粮食 药品大缺 现在就连供电都出问题 镜头来到埃及 政府同样头大 通膨率在上个月飙升至 13.5% 食物价格更是大涨超过两成 当地早因删减燃料 电费补助等改革计划水深火热 埃及央行被迫升息 政府甚至打算出售国家资产 包括军事企业来增加收入 埃及部价格更是大涨超过两成 大涨超过86% 自五月底以来 燃料价格上涨近90% 助长其他成本攀高 官员初期招建议民众少喝茶 降低每个月6亿元茶叶进口额 却激怒老百姓 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外汇存底仅剩两个月 待新闻洛泽静编译 继续套杂玛丽灾要关心的是台北市公布了今年第一起感染到汉塔病毒的确诊个案 患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性 研判是在居家清洁的时候有接触到鼠类排泄物而遭到感染 汉塔病毒症候群是第二类的法定传染病属于人畜共通疾病 在今年全台累计已经有三例确诊 根据疫调发现 患者在清理鼠类排泄物的时候 其实有戴上口罩还有手套 但没有完整的罩住口鼻 疑似吸入性感染 所以也提醒您在清理老鼠的排泄物的时候 要先让空气流通30分钟 再用漂白水来做清销 千万不要直接使用扫帚或是吸尘器 避免引起灰尘的飞扬增加吸入病毒的机会 而在新冠的方面 昨天新增了29000多例个案 死亡也在睽違近两个月低于50例 指挥中心就表示死亡数可能已经是趋缓 不过这一波疫情的致死率 仍然是高于其他的邻近国家 尤其还要防范新变异株的境外风险 研判在8月到9月之间还会再有一波流行 所以口罩令暂时是不会有放松的打算 而在台中有一家六口他们在染疫后 咳嗽的症状相当明显 而且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后来抽血发现原来同时感染到了梅浆菌 这两种疾病合并感染的话 死亡率会上升两倍以上 千万要当心 酒咳不是小事 台中一家六口确诊 咳嗽症状特别明显 其中一个人甚至咳嗽超过五个礼拜 进一步抽血急照X光 才发现侵袭肺部的原胸还包括梅浆菌 梅浆菌一年四季都存在 容易引起遮吸管炎或肺炎 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传染力极强 在家庭或学校特别容易传播 梅浆菌他的感染 大概是经过呼吸道 飞沫等等传染 在比较年轻的人比较会 那他不像是典型肺炎 会发烧 胃寒 浓痰 胸痛等等的 他的症状可能是比较轻 但是他会持续比较久 艺人徐若轩曾经在脸书崩溃求救 咳嗽咳道只剩下半条命 最后查出也是梅浆菌造成 这种病症的特征是 就算X光看到肺部有发炎 患者还是能够走来走去 病程拖得很久 只有极少数人会严重到住院的程度 所以又成为会走路的肺炎 如果是COVID-19确诊者 合并感染要非常小心 对付新冠肺炎以口服抗病毒药物 或清冠一号为主 解决梅浆菌严重感染 则仰赖抗生素 一时通常会提醒 也许会有抗药性的问题 大爱新闻台中嘉义综合报道 疫情延烧两年多 有许多人都留下了后遗症 像是病毒如果影响到脑部组织 血管等等的器官 确诊者在康复后 还会产生像是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衰退 表达能力也受到影响这些现象 我们就会称它叫做是脑雾 现在除了可以透过 西医治疗之外 中医开立药物 或是针灸还有按摩 都能够有效改善 日前台中一位国小学童 在染疫三个星期后 出现脑雾的情形 中医认为新冠病毒 是一种寒湿的病毒 当人体内震气不足 就会出现弹湿热毒瘀等症状 可以透过药物来辅证 采取扶震气 那补气让它气血可以往上升到头部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去除这些代谢的废物 也许残留一些发炎的症状 那一些症虚的情况 抵抗力不足 李东元的疫情聪明湯是适合的 除了中药条理 针灸治疗可以刺激血液循环 活化神经细胞治疗脑物 对记忆力不好的 我们就会整一些洗脑开窍的穴道 还有些促进血液循环的穴道 民众可以透过敲打头部的穴位 指腹按摩太阳膀胱筋 少阳胆筋 或用手盖住耳朵 打击后脑 拇指按摩风持血 促进脑部血液循环 用手指扣头 头顶这个部分就有提振阳气的作用 或是用手指去梳头 从正面侧面 那这个部分就有帮助 医师建议 确诊后急性期就可以搭配中医治疗 能够缓解长期后移症的几率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 今天在南部还有东南部 断断续续会有下阵雨的情形 因为受到南方云系北台的影响 水气增加 不过其他各地 仍然维持多云稻情 高温炎热 尤其是花莲连续第六天 亮起了高温红灯 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真的要避免长时间的待在户外 宜兰还有双北地区 也要特别的来留意 到了午后对流发展 除了山区及近山区的平地 会下雨之外 南部的雨势可能比较大 再加上年度大潮的影响 沿海低洼地区都要盛防 海水倒灌 举步淹水的情形 接下来就来关心详细的温度预测 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气温是27到36度 降雨几率10% 陶珠苗地区气温26到35度 降雨几率10% 中部地区气温26到34度 降雨几率有30% 云江南地区气温26到33度 间降雨几率也有30% 南部地区气温25到34度 降雨几率最高有50% 东部地区气温26到34度 降雨几率10%到30% 最后看到外岛地区气温是26到33度 花莲农改厂开办了农机具保养维修班 一旦农民遇到了故障 就可以马上做处理 相当受到欢迎 就连女性农民也都来学 要如何的维修保养 省钱又有成就感 高压动力喷雾机是农夫跟做时常用的机具 对新手小农客进会来说 虽然不陌生 但是碰到困难就得停摆 它的机械比较大 所以它的步骤 我们可能都背不起来 我们就是很希望赶快学 因为可以柔路到部落 我们就可以马上就操作 看里面里面有派对吗 花莲农改厂利用暑假期间开设的农民学院 农机具保养维修是相当实用而受欢迎的课程 特别是偏远部落 送修的距离以及时间成本都太高 在丰滨只有一家在维修那个农机 可能要一个礼拜后才会修好 几乎每年都会办 但是蛮需要的一个课程 有时候只是一个零件 卡住简单排除一下就好了 丰滨复兴部落主要以梯田耕种 生产水稻木栏为主 这一回有四位女性小农来上课 然后水再进来之后 跑到这里面来就出不去了 虽然觉得机械零件有点难理解 但是他们下定决心要学好 我们今天来上的课程就是说 如果说突然有突发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 我就觉得女孩子跟男生 只要你有兴趣学习 不要去怕就会学得很好 返乡青年投入农业 女子也不让虚眉 善用力气实现梦想 大爱新闻淘南君邓明宜 花莲报道 一位农民种植的辛苦 在新北贡辽的丰株中学 就让学生实际下田来耕种 从插秧 施肥到收割室 全程参与 自己种过之后就觉得 真的太辛苦了 也是因为这样才觉得说 我应该要把饭吃完 米粒和金杆分离掉落 还要细筛 去无存经 点滴不浪费 三个多月的努力 收获400斤丰株米 大逢收背后是汗水的灌溉 老师教导马上动手做 感受更加深刻 割下去的那个瞬间还蛮疗愈的 有点浪费 沉浸在那个当下 然后就会越割越开心吧 蛮开心可以做这些东西 因为自己吃的米就 自己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食农教育 夏田耕种 也是一场生命教育 大爱新闻 台北万华区的慈离志工 举办了潮山又台湾的活动 这场活动本来在疫情前就要举办 不过因为疫情而延后 志工们是顶着大太阳 要为台湾还有全世界一起祈福 行动不方便 坚持参与潮山礼敬舒服 很欢喜的心 就看大家跪 可是我不能跪 可是我就很高兴 欢喜 保护台湾 疫情 走一趟 趕不去 乌克兰 战争 趕快平安 沿着晋司堂潮山 敬拜天地 凝聚善的力量 透过这一次的潮山 我想我们最重要是要 人间菩萨造身 还有灾戒如树 企业有点太多了 但是我们也不怕 我们就是这么健身 大福大爱 可以消大灾 队伍当中还有一位来自巴西 在这一边可以多多学习 将来有机会可以带回巴西 17岁台湾56年了 都一起带大家一起坐在台湾 让台湾越来越好 志工分送受讨给附近店家 一起为台湾为世界祈福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综合报导 南美洲的巴拉圆是天主教国家 此一志工带着佛教的大爱精神 走入到社区关怀 这么多年来跟牧师还有修女 已经培养出相当好的情感 现在也正值当地的冬天 所以志工除了送来食物 还送上了毛毯温暖人心 距离亚松森 88公里远的卡拉佩瓜市 志工定期关怀老人之家 尤其天气是越来越冷 特地送来毛毯 亲自为长者们披上 为需要的人送上温暖 也正是天主教修女们的信念 多年来 此季一直都是最佳伙伴 除了敬老院 也为偏远地区的医院 送上防疫物资 院长亲自来领取 疫情当前急需防护设备 保护医疗人员 走出亚松森 也看见更多的需求 时时刻刻带着上人 与修女同行的法相 在天主教国家 持续行善散布大爱 大爱新闻知识美职工杨仁软 巴拉圭报道 此季在美国生根30多年 各区的正副执行长 利用假期回到美国总会 精进共修 也凝聚对未来推广 四大置业的共识 举办风载易卖帮助受灾居民 为爱见走 注入善基金 木星木爱深根社区 这三年来美国总会的木星木爱 成果非常地不错 怎么样做大家都非常地好奇 希望得到美国总会的真传 辞进美国九大地区的执行长 副执行长来到总会取经 寻求共识 大家一起来寻求一个作业模式机制 同时也让大家能够建立一套管理作业办法 把未来全美九大核心要运作的共识能够形成 能够凝聚大家的共识 能够产生更大的全美的会晤的推动的力量 美国是刺激在海外的第一个据点 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 在2020年更是获得了 美国联邦认证的肯定 透过分享经验传承 借这个机会介绍所谓的联邦认证 因为希望每个核心区 有对于联邦认证 或者是诊所的运作有兴趣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示范 三天两夜的活动了解总会的运作 也与花莲本会连线 对未来的展望有了新蓝图 能够更进一步能够发展我们实际的未来 短期 中期跟长期 培育传承跟中期代 所谓2.0这方面 希望能够更进一步了解 能够回继更落实的推广 《大爱新闻》 《真实美志工》 美国综合报导 早安读报单元 但你掌握国内外媒体关注焦点 先来看到联合报 受到了汽油价格大涨的影响 美国六月份的通膨率 一举升破9% 飙上近41年来的新高 美国民众生活费增加压力 在短期内还不会疏解 联准会将会有更强的理由 在本月底再次提高利率三码 来对抗通膨 而在《纽约时报》 同样也关心的是通膨话题 表示民生价格上涨速度超出预期 不过民众的工资远远落后于飙升的生活成本 联准会也表示这样的状况相当令人担忧 再来看到英国广播公司BBC 提到了斯里兰卡总统上演流亡戏码 由总理站带总统职务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 有民众就不满冲进总理办公室 这也是在一个礼拜内抗议者第二度 闯入安全戒备等级比较高的政府大楼 总理在随后也向军队表示 务必要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来恢复民生秩序 最后看到的是日本产经新闻表示 中国六月份出口大增 成长的速度是五个月来最快 主要是因为放宽了防疫限制 反应在封锁过后 供应链中断的缓解 港口瓶颈减少 不过进口成长却几乎是在原地踏步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读报焦点提供给您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您天安顺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